当然啦,因为他已经有钱了二三十年太久 所以啊,他的脑袋里面呢,装不进新东西 只忙着装所有有钱人的人民 或者有钱有失的人的人民 这就不怪了 李大道,崇敬坦白,我是欧崇敬 就在7月15号,也就是大游行的前一天 这个郭台铭呢,又在台中的经典酒店 办了一个肇事晚会 这个经典酒店的肇事晚会这么一半啊 可以说,刷新了台湾的肇事晚会的记录 因为以往的肇事晚会都要搭在外头 而且找个大的地盘 搞个数十辆,甚至上百辆的游览车 把人给载过来 为什么说数十辆三百辆呢 因为一辆大概可以在四十个人 百辆就是四千个人 这大家明白了吗 而整个肇事大队这么搞下来呢 总得花个数百万元 甚至是上千万,一两千万也不奇怪 因为人来就得给钱 平均一个人呢,要花上上千块 一点也不齐 再加搭个舞台还有音响 也得好几百万 但是呢,他在台中的今天酒店,也就是在台中的台湾大道跟渐行路上这个今天酒店呢 他是在他的十三楼里面 这个十三楼里面这个会场啊 其实大小还只是刚刚好而已 也就是说他其实只能做大概千把人 他是一个一个的位置 并且让大家做的还算宽敞 所以这么说来呢,其实虽然人气好像不错 但是实质的总人数不用太多 如果同比的人数放到广场去,你会觉得几乎没有人来 这个是我早期啊,在他一开始在新竹的竹北市造次大会的时候 我就已经评一评过了 也就是说他在新竹,那应该是他的老巢 竟然在场的人也就是两三百 他大概听得很不悦而 于是改了一个方法 现在这个方法可以说是一个改良版本 我认为啊,未来也会影响到整个台湾的所有选举 因为这种方法实在好处多多 第一是省钱 因为整场造势下来他大概只需要花个三四百万台币 而第二个呢,他是人不用太多 第三呢,所有报名的人可以事先在网络上公布 让全台的人呢,谁爱来都可以自由在上面 他在竹条省上看看这些是谁 而且接着的是所有的行程流程 不管是灯光,不管是音效 还有他们的休息啊,包含喝水 甚至里面的维安人员 还有各种厂务上的控制人员 其实饭店啊,就能够占了一半 这样说吧,他现场的所有的负责服务的人 不管是他自己的保镖 又或者是饭店所提供的人 这么加总起来呢 大概是三十五人左右 那这些人做啥呢? 特别是保镖,譬如说有人突然在一半 要冲上去献花 立刻两个标形大汗就冲了出来 把这个姑娘给拦住 甚至加了个出去 又或者是中间有人起来 连续想要发言 也被硬是给插了出去 你看,这如果是在开放式的广场 他就做不到了 在这个日子里面正好有朋友找到了最中间的位置 而且邀请我现场去听一听 那么我就到了现场去 要求他们别介绍我 因为我对郭台铭既没有支持 也没有不支持 而且从来大家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坐在现场隔壁是彰化的谢典礼 也就是谢议长了 他还是国民党党籍的 就坐在我正隔壁右手边 然后我从头到尾就做了相关的观察 这里面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有趣 他不断的是希望国民党能够重新把他给提名了 这话到底在说什么 其实他是要不断的跟国民党产生观念 我还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事 就是现场所有被介绍的来宾 大概总共是六位 每一个都必须具有国民党党籍 而且是现在正在选举 或者是现在正在担任议员 又或者正在担任立委 或者参选立委 都必须挂赏国民党党籍 要不然他是不会介绍的 当然介绍的人是有 可以说是会场的主持人 徐晓星台北市议员 好了我们这样看起来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就算你今天是民党党籍到场 或者是民党党籍到场 他也基本上不会介绍你 原因是这些造势会是对着国民党而来的 他在现场说他自己当时候四年前 后来退出国民党是一位年轻气盛 是吗 年轻气盛 他四年前真的年轻吧 我们来看看他今年几岁 他今年是73岁 四年前是69岁 哪叫年轻气盛呢 应该说他一直就都很气盛 到现在仍然气盛吧 因为他现在这个方法呢 是在挖国民党的墙壳 而他现场啊 所有的发言次序大概是十多位 包含网络上大概是三四位 现场的八九位 事实上你都知道这些事先是安排好的 题目也都事先是知道的 因为每一题都在徐晓星的发言纸上 一一调列 照这样能够先调列好 由主持人读出来 当然这位郭董事长 他也就能先准备好 也能先过滤好 所以即便是所谓的再呛纳的题目 都是经过他们彩排和恩准的 呛不呛纳就看他们自己要怎么说 至于要回答 也看他们自己要如何回答了 倒是整个郭董事长 他所有的回答发言纸里面 他喜欢发表他个人的治国理念 或者是个相关证件 说一句坦白话 当他讲起电力的时候 你还觉得真的不太像是个高科技的董事长 因为他对于最新的核聚变 或者是土发店这些既环保 而且又省钱 并且不会造成各种污染 也不会有危险疑虑的 他似乎完全不知道 对于相关的整个绿能发电 他的了解也非常有限 看起来他自从鸿海成功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 他这位老兄脑袋应该主要都是在并购各个公司 以及在打下美国 还有全世界各国的政商关系 所以他对最新的科技事实上没有花什么精神 也没有什么了解 比如说他谈到AI的情况也是如此 他对于最新的不管是文性议员或JPGT 这些相关的内容 他真的是一碰触到的时候 听起来就有一点外行 也就是说他知道AI 但却不知道深度学习人工语言的相关关键之所在 当然了 因为他已经有钱了二三十年太久 所以他的脑袋里面装不进新东西 只忙着装所有有钱人的人名 或者有权有势的人的人名 这就不怪了 到这个时候来的 他才想要更换他的知识体系 或者更换他的政治上的公共官术语 其实还真的有些太慢一些 至于他自己到底是不是四年前年轻气色 还是他到现在还是年老气色的 听我以上所有的相关介绍 我想观众朋友一定自由判断 感谢你的收看